將做的流感季節開始 所以說我們想說 藉由這個主題 大家要來認識一下病途 或是說這個 或是說一些 肺肺肺肺肺肺 真是一種一種事 將來會比較大切身關切的 人們傳統的一些 人性感化 或者怎樣做管理 所以說我們今天 請到兩位 所有的競技專家 我們要研究他們的視角 來看這個流感問題 那我們在這個兩段演講之後 我們來看這一部 一位導演的父母紀錄片 之後我們再來做一個座談 到時候台灣年天亮 有人把一個視訊 先回答大家問題 加入現場兩位專家的討論 如果說9月底 參加過其次活動 可能對他印象很深刻 他是分子生物學博士 IOR大學 微生物學 分子生物學博士 然後在他提早退休之前 他是在UCSF的醫學教室 叫南西 然後他現在在社區 算是一個健康達人 他有他的專業的討論 來選出大家 去為大家解答一些問題 所以他在BARRIER 算是被大家 這個醫學方面的 幫助被上台 所以我們就很慶祝 這個DSP放進去 很慶祝 林慶頓叫做 在2016年退休 這個退休不是因為年紀過大 或者是被退休 而是因為我現在是有一家 幹信報公司 我在主持這個幹信報公司 因為這個公司的營運 主要還是在於 施行的專利 然後旗幟這方面 都會有一些 就是過於的時間 那我就 我就創立了這一個網站 就是科學人生寶劍 等一下我會在 下面我們在那邊讓大家看 那現在因為這個網站 受到很大的重視 像台灣 我們這個是香港的 來自尋網是香港的 其他次的都是台灣的 他們就幫我設計個專欄 不定期的專載 那 這個就是我的網站 現在這個圖片已經改了 因為我現在有先輸出來 我現在這個圖片的感覺 就是輸的圖片 那以為我現在已經發表的 我昨天算了 有百百十八篇文章 那這個是我出的 這個是台灣的出版社 看到我的網站之後說 如獲至寶 所以他們就從我的文章裡面 從我的那個網站裡面 抽取了大概五十篇文章 在去年十二月七號出了第一本 那第三本大概明年四月三十月我就來了 那 我這兩本書 所有的版稅 全部都捐給這個 這個 在台東市的這個 韓山所有的家園 我是這個 我所有這個 這個書的那個收入 包括這個 大陸版啊 韓國版啊 他們都有來 來 爭取這個版權 那所有這些 這些稅收 全部都捐出去 我沒有拿一份檢討 那 那 我的第一本書 現在被這個建石堂 調選為十大 影響第一號書 2019年 那 我 今年四月 被這個 張大春 我的張大春好像在台灣很有名 美國我不知道 他去電台訪問我一個小時 然後 今年 十月我回去的時候 他又再訪問我一次 這是第一本書 這是第二本書 那那個 台灣的醫療是 這個張熙宇 張熙宇主播 他是我的粉絲 所以他在 今年四月 有訪問我一次 那這個是今年 十月我回去 訪問我兩次 所以總共 他總共訪問我三次 那 這個是張熙宇 最近 就是大概在兩個禮拜上 訪問我的時候 也談到這個感冒的問題 大家都 很多人在流行 這個 維他命的抵押 做成功利盟感冒 也許下一次也將會 談到上面 那 現在就我們就進入這個主題 那我希望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好 就是說 我會 從 很大的 大世界 很大的範圍 一直講到這個 一直講到這個小生子 都還錯了 一直講到這個小生子 所以這個程度上面呢 是從那個幼稚園 小學 一直到大學 做所 所以你們會躍進去 所以就是說 你們要有這個 這一份的心理準備 就是說 會有這個 希望你們到那個時候 精神還是很好 要不然的話 你們聽不懂 好 那我們現在先輕鬆一下 先 先來 這一個 我先來QMA 情流感為什麼可怕 那我就 剛剛這幾個題目讓你們猜 那 說是這一個的人 這幾個 沒有 我計算了大概也沒有 姜母也沒有 那以上全部是的有沒有人 全部都算吧 沒有人說是他們全部是的 OK 等一下我有答案 先看這個 It's no joke 情流感 不是 他這邊叫做 AI 就是 AVN Influenza AI is a real It's not an end It's a real end 然後下面你看這邊 AI is a pandemic disease It's not only kills the world animals But also we were not ones 所以情流感 不知道你們說情流感 就只是 鳥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 等一下 先再保留一下 我先給大家看這個 這個是整個情流感 整個流感 全世界 全球的 虛擬板 中途跟土 那我把這個鴨子 擺在正中間 那這個鴨子 我這邊所講的鴨子 當然就是為了凸顯 這一個 它的地位 所以不應用鴨子 但是其實這邊所 所謂的鴨子 指的是所有的水禽類 所有的水禽類 也就是說這個流感病毒 它是永遠永遠的存在在我們的水禽裡面 那經由這個水禽呢 到豬到人 然後全球全世界的循環 連鯨魚 海豹 都是由這個鴨子來主導 所以我們都想過鴨子很好笑 很好玩 但是不是 它是主宰的 帶著我們的神曲 那這個是有個中文的 這個基本上是同樣的故事 當然它這邊是畫了雞 因為大家 大家印象中情流感 情流感都以為是雞 其實不是雞 是鴨 雞只是一個形象 片角小角色 可是最主要的角色才是鴨子 但是大家因為聽到情 就想到是鴨子 這邊當然它也有畫鴨子 所以鴨子感染劑 感染這些動物 感染豬 等一下我 就是說希望你們不要先 你到底在講什麼 我等一下會建復家庭 這個是全世界的鳥的分布 你們做看看這些鳥飛來飛去 大概就可以猜得出來為什麼 這個情流感這麼重要 那這一個是2005年 2005年這個X5N1這個病毒 在全世界怎麼樣的 都來引起飄來飄去 這整個整個是木頭 OK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也是2005年 2006年那一年的情流感 這個當然也就是 等一下那個影片 等一下那個李慧琳導演 所拍的那個影片裡面 又談到的就是這一次的 AVN 古福利亞 那這一個的源頭 源頭是那個 其實不是在台灣或是中國 它其實是從源自於那一個 墨西哥 Anyway 那 這一個情流感 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 世界衛生組織 就是每年的監控 所有的是Case 那個全部都 每年都在監控的 那他這邊所講的 當然是指的是 Human Case 他這不是講Bird Case 是Human Case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那個 高峰期基本上是在2003 到2010左右這個時候 Human Case很多 Unician 162 China也有 可是現在最近這幾年 基本上也都沒有 但是 絕對不能放鬆 你如果這個檢疫方面 沒有做好的話 你一放鬆 馬上就會到爆發 這個是台灣的 大家譬如說這個影片裡面 也在批評政府 台灣政府說 沒有做好這個訪民的工作 但是其實 這一個 這個盟委會這個檢疫房間所 他有一個專門的網站 這個每天都在update 每天啊 每天啊 每天都在update 你可以看到他那個 你會看到他每天的資訊都會有一點點變化 那這個情流感目前 集中的地方都是在這個 排裝啊 彰化啊 雲吟啊 這一家的地方 那 OK 現在我們開始來談這個病毒 在我這個 介紹這個流感病毒之前 我現在確定 你們是了解就是說 普通感冒跟流行感冒是不一樣的 你們知道的 就是說 普通感冒 是由 大部分是由這個所謂的 rhinovirus所引起的 當然還有其他的病毒 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有人說是200多種 但是其實大概是70幾種virus 都會引起這個 所謂的普通感冒 那我們所謂的流行感冒 exclusively 一定是influenza 沒有例外 不會有任何例外 所以普通感冒 有幾十種 幾百 可能上百種的 這個 Flu的話呢 就只有一個 singled virus 當然這個singled virus 裡面有很多病 但是它都是屬於 influenza 所以 你說記得這一個 說influenza virus 那它的症狀 它這邊把它區分的這樣子 其實都蠻像像的 大部分人都沒辦法區別的 所以我就不談那一方面 那另外我順便 順便提一下 你們知道這一個病毒跟細菌 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知道嗎 那大概三四個月前 那個二十六台節目裡面 都會有廣告在講這個 B型肝炎病毒啊 就是說它的用意是很好 就是說叫大家要去篩檢 這個B型肝炎病毒 可是那個醫生他講一句話 他說代理菌者 這是錯的 B型肝炎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 不是由細菌引起的 所以我們不會有代菌者 那個裡面叫做代原者 所以一樣就是說 連醫生都把這些名詞都搞困了 所以要小心 病毒跟細菌是 完全原來是 細菌可以用抗生素來治療 病毒是抗生素沒有效的 沒有任何用處的 OK 好 確定這點之後我們再往下組 OK 那這一個是CDC 網站裡面的 他說 有兩種流感 你知道嗎 一個叫做Seasonal Flu 一個叫做Pandemic Flu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他們都是由Influenza這個病毒引起的 可是他們是不一樣的 當我看到他這個 這個圖的時候 我一看我那時候說 哇 這個怎麼好像這個 這個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對不對 這是佛教的法文 法文 法文就是這個 你看看這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條 這個病毒呢 裡面正好恰好八條 它的DNA總共 不是DNA RNA 它的記憶體正好是八條 這一個RNA片段 而這八條片段呢 重新組合 剛剛那個 影片 你們看到那個 李慧仁的那個 簡單介紹的時候 他也知道 病毒的重新組合 重新組合 就是因為那些片段重新組合 但是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真的是 shock 就是說 怎麼這個也bug 這個也bug 就是說 這麼臭小的事情 難道就是說 哇 這個 老祖宗 這幾千年 祝你們知道說病毒是這個樣子 OK 那 這一個 流感的疫情 所謂的兩大 剛剛那個 那個 CDC的那個 那一個 網站所講的 一個叫做 季節性的 流感病毒 一個就是說 全世界疫情爆發的這種 流感病毒 兩大類 兩大類疫情 他們都是由 influenza virus引起的 可是他們的那個 途徑 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 Again 我會繼續的 慢慢慢慢 進入加進 那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呢 就是說 我們怕的是這一個 這一個 是基本上 每年都在發生的 那 這一個就是說 你基本上說 不可耐核 就是說 你就是 就是take it 或者就是說 剛剛那個 葉醫師所講的 你就 做一些 那些 養生的這些動作 但是當 如果是遇到這個 pandemic的 我們現在怕的 這個 流感什麼 這類的東西 最怕的就是這個 pandemic 全球型的大爆發 那這一個是 我先講這個 這個 seasonal flu seasonal 的這個 influenza 那 雖然我剛剛講就是說 這個每年都在發生的事情 但是呢 每年 大約平均每年50萬的人 因為這個 seasonal flu死亡 美國每年呢 數千萬感染 這個每年 從2010的紀錄一直到現在 下面這一個 灰色的這一段 講的就是說 感染的人 有數千萬 那數十萬人住院 數萬人死亡 那金錢的損失 數百億元的損失 每年 這是every single year 那現在我們講到pandemic flu pandemic 疫情到爆發的 這個叫Dance CDC提供的 Hundred Years of Influenza 因為 我們人類所知道的 有紀錄的 第一次的大爆發 是在1918年出現的 那你看這些圖片 這些圖片 就是在紀錄 那一年發生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的 那 那一年有多可怕 就是還好我們不是那一年出生的 我們 1918年 那時候我們都還沒有出生 但是你如果是在那個時候的話 可能 那 說不定有名在 那 那 這個是 這個pandemic 這1918年這個pandemic flu呢 是如此的影響深遠 有人出一本書 這本書 專門在講這一個 他把它叫做 Medico Holocaust 大屠殺 醫學的大屠殺 全球 四千萬人死亡 四千萬 想想看 當時的人口是多少 人口而已 當時的人口 了不起就是四十億嘛 那時候 我們現在大概是七十億嘛 那 再來呢 在那個 上一個世紀 上一個世紀 總共出現三次的pandemic flu 1918年這一次 那 他的那個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這個 什麼 H1N1 H2N2 等一下我都會解釋 為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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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那 1918年這一次 當然是最嚴重的 全球大概有四千萬人死亡 那 光是美國就將近有 這邊是六十幾萬 將近一百萬人死亡 然後呢 再來 1957年這一次 這一次叫做 亞洲流感 這一次人就少了一些 然後到1968年 東坑福 香港的這個 人 就是說 有下降的一點虛勢 但是基本上差不多 那 那 本世紀呢 本世紀 目前這個也是被歸類為一個pandemic 但是人數上面很顯然是少得多了 美國這邊 死亡大概就是一萬兩千人 那這一個當然是好玩 然後這個這個我們歐巴馬總統 在2009年那一年 10月20日 他這個 他這個 打注注射的這個 流感 那 這一個 目前是 我們 人類的歷史上面幾乎的 最 近的一次 那 剛剛這個 所有這些死亡數字 這個是 這個是 CDC提供的 那個 圖片 這個 就是說 他講的都是 Eva State 所以 這個都不是說 我們 或是我們 空穴來後 講出來的 這全部都是 Official record Future pandemic 大家都 譬如說 這些所有的這些 這些 這些 防疫的這些人員 大家都是怕得要死 我們一般人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事實上這些 這些 所有的這些 跟這個防疫有關係的人員 都是 大家都等著 在那個 非常的害怕 那為什麼會這樣 等一下我 還會再 做介紹 那這個 基本上是同樣的 就是同樣的 告訴你們這些 就是說 從1918年開始 然後 2020 去 今年2019 然後大家就是說 對 What happened 啊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邊 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資料來源 基本上 它這邊甚至於說 是大於四千萬 一百五十萬 這樣子 OK 那現在 我們可以開始來 介紹這個 influenza virus 這個是 就是說 剛剛我 一開始講 我從全球 全世界 世界性的 現在漸漸進入 這個病毒的這個level 那 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 總共有 四大型 四大型 那 我們先講這個D型的 D型的 只感染牛而已 所以我們 就不管它 不去考慮它的 那C型的呢 它基本上不太突變 這個圖呢 它是把這個ABC三個呢 把它畫成一個圓圈 然後把它分成說 這個是A 這個是B 這個是C 但是事實上它每一個 都是個別獨立的 只不過就是說 方便的時間 把它畫成同一個圈圈裡面 那 這個C型的呢 就是這個C型的這邊呢 它基本上 沒有什麼定 就是這個感染V啦 所引起的症狀也很纖維 所以基本上這個我們都 置之不理 不去理它 但是B型的呢 就 嚴重許多了 那B型呢 它主要干 就是說 大家要小心的 主要是小孩子 跟老年人 雖然它 不是那麼嚴重 可是它還是會 對這個 體抗力弱的人 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目前我們這個 每年在打的這個 這個 這個預防針 這個 這個 Vaccine 裡面一定會有個B在裡面 另外可能有兩個是A這樣子 但是 B一定會是包含在裡面 那 A呢 這個才是 最讓我們害怕頭痛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 接下來 所有要講的 全部都是要講A 那A跟B其實是很像 你看它這個 這個是 Virus的外殼 外面有這些 外面有這些 我會再重複的講這些 這幾個分子 一個就是 HA 一個叫做NA 或者就是說 我們把它簡化就是 H跟N 那所謂的 H1 N1 H5 N1 指的就是指這個 H5 N1 那這邊 它一樣 8條的RNA 在這裡面 所以 A跟B裡面 都各有8條 這個RNA 那C的話 有7條 那C 我們不管它了 我們現在就是講 再下來 再下來 所有要講的 全部都是A 就只講A而已 那 這個流感病毒 A Influorenza A 它又有可能有 198個亞血 那這個是 就是說 Potential的198 那為什麼會說198呢 那 因為 H 這個monitur 就是 DMA Routini 它總共有 目前已經知道的 由 H1 到H18 大家都聽到的 可能就是 H5 N1 那可能是它有到18 總共有18個亞形 那 這個N呢 就是 MIRRAMIDES 這個總共有11個亞形 目前已經知道的 已經 已經找到了 那 Number越大 就是越新發現的 Number越小的 就是越早發現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 18 之以11 因為 這兩個是獨立 獨立在這裡的話 所以18之以11 總共會有198個亞形 當然 不是198個亞形 都已經 存在 而是說 我們估計它 以後會發生的 那 這些就是譬如說 H9 N2 H5 N1 然後你看看這個 這個 紅色 藍色 這些 就是 在這邊 這兩個圖是 各別不同 不同地方來取得的 所以 它是用藍色來表示H 用這個 專色 這個 或者紅色的 代表M 那 這裡面是它的八條RNA 那 就是說 請大家 再繼續 Focus 在這個 就是這個 H 這個非常重要的 那 這邊 就是把 目前已知的 H 這個 它這邊有列出 16個亞形 那你看看 亞是全部都在裡面 所有的這些 什麼型 什麼型 它的最厚度 就是說 它的來源 一定是牙齒 或者水清內 那 目前已經知道的 會感染人的牙齒 H1 那 之所以 會是 H1 H2 你看那些 它不會小小的 這些都是因為 我們 真正在乎的是 我們人類的病 壓制 雞的這個病 雖然說 對我們這個 經濟上面會有損失 可是基本上 我們不會 那個不是我們 醫學界裡面 真正 會花工夫去研究 所以我們 醫學界在研究的時候 他研究得到的第一個 就把它叫做H1 研究到的第一個 就把它叫做H2 這個 H目前 就是說 知道的 我剛剛講18個 他這邊應該有16個 那為什麼 等一下我會解釋 剛剛我講 N有11個 為什麼這邊有9個 我會解釋 下一個文件就是 因為 H 他把它H 叫做HL 其實就是H的 17跟18 這個 蝙蝠才有的 所以他這個是 蝙蝠各書的 雅型 N一樣 10跟11 也是屬於 蝙蝠的雅型 目前這個沒有任何的 跡象就是說 跟我們人的病 有任何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暫時不去管他 所以目前還是 以這一個來算 H1到H16 然後N1到 那個 南井 然後你看中間 人人是以水晴為主導 主導全球 這邊 尼安都畫了個經理 跟這個 那個 那個 Borulus 就是說 中文 那就是那種 跟長雅那種 那現在我們開始要進入病毒了 就是剛剛一開始就跟大家說 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這個膠點 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那這個是 電子顯微鏡的圖片 電子顯微鏡切片 所以切出來就是 像那個 像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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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水果切片 切成一片一片的樣子 那這個就是病毒裡面的中間 然後外面就是 一根一根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H1 H1 這些 那這個每一個 這個 這個舌頭呢 它的Size 是我們頭髮的千分之一 我們頭髮那一根 那一個 那一個直徑 可以融入這個中間一千個 所以那個病毒是非常小 然後這個 這個顏色是人造的 電子顯微鏡的圖片 的顏色一定是會貼白的 這個是把它弄得漂亮一點這樣子 那這個是用畫的 它要把它畫成綠色的 那這邊一樣的 一樣要強調的這一個 Nuramides N 跟這個Hemoblutini 這個是H 那這個是把它 Virus不是扁扁的 Virus是一顆像球一樣 那我這邊當然就 特別選了一個 看起來很像的水 大家知道了 所以黃毛丹的巷子 都非常像這個病毒 你是在裡面畫九刀 蛤 一二三 哦 真的是我九刀 這個是錯的 這個八刀不是我畫的 你眼睛還蠻厲害的 我當然沒看到 只有八刀可能有九刀 那因為 真正在這個病毒這個 這個顆粒裡面 這個花裡頭裡面 它這個RN是異傳的 所以這樣能使用 這什麼樣子 但是 一樣 要強調的 還是一個H跟N 這跟昨天剛剛已經講過的 同樣的東西 也是要再強調一次 兩種輸入 一個叫Seasonal 一個叫Titanic 那 這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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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這兩種 這兩種 Influenza Virus 它會 突變 那突變 它有兩種 突進在突變 一個叫做 Andigenic Drift 一個叫做 Andigenic Drift 那Drift Drift的意思 它這個一個圈圈 就是它裡面的那些 那個RNA 那RNA裡面 它會有一些 那些RNA的那個 基因突突庫序列 它可能會 那個AUGC 你們知道這個 就是喝甘酸那個 它會突變 所以它會從這個virus 裡面一點點小小變化 small mutations 那個叫做最準的 那Shift不一樣 Shift是兩個不同的virus 互相交換它們的RNA 所以這邊畫了三個 可以兩個 可以三個 好幾個 互相在那邊交換RNA 交換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news配出來的 所以你會做 H1N1 H1N9 這些交換過的東西 那 在 因為這個重要性 所以我們 特別準備了幾個 不同的図配來解釋 從這邊 這兩個不同的virus 不同的那個 Uflaeta核 virus 它們坦半之後 就是evigenic shape 本來是 橘子色的 橘子色跟紫色的 它shift之後 綜合了 綜合的時候 它這個evigenic shape 就是small mutations 寫得到的 那 這個跟剛剛講的 signal rule 跟pandemic rule 是非常是息息相關的 那我故意 讓大家有印象深刻一點 antigenic shape 基本上就是 就像說女人化妝 今天化妝 那是明年化妝 這樣子 但是你基本上都還是知道 她是林志玲 儘管她化妝不一樣 你還是知道她 那這個 它這個 這一個 antigenic shape 它因為 這個influenza virus RNA在複製的時候 它是沒有矯正的機制 像我們人類的DNA 在複製的時候 我們會有 proof reading的這個機制 所以我們基本上 不太會有mutation 我們的mutation rate 可能要 好幾千萬次 或者好幾十萬次 才會出現一次mutation 可是influenza virus 一千兩次就變化一次 一直在那變化 而且它這個變化 你只要 就是說 譬如說現在這些 seasonal flu 在那邊進行的時候 這個變化 一直都在進行 它這個突變 永遠都在進行 它只要每複製一次 它就會 它就會有突變的 這種機會出現 所以這一個 任何時候都在突變 無窮無盡的抗原性 抗原性一直在改變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為什麼疫苗年年不同 為什麼疫苗會沒有效 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這個 你看它不同的時候 出現不同的樣子 可是 基本上 你還是知道它的臨時 但是你說 咦 怎麼今天這樣子 戴個眼睛 明天沒有這樣子 那 這個就不一樣了 這個就是antigenic shit OK 那 剛剛這一個 剛剛這一個是 這種antigenic菌 會造成seasonal flu 但是這一個 antigenic shit 是會造成pandemic flu 這個妖魔鬼怪 我們是人類從來沒見過的 這個我們見過 這個我們見過 可是這一個 我們人類從來沒有見過的 所以你遇到pandemic flu的時候 大屠殺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每個人的身體裡面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那個 抗體 對抗這個 flu 多多少少都是有的 可是你遇到這個呢 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敵人 非常可怕的 所以這個是 為什麼pandemic flu 這是我們最擔心的 那這個 我們應該可以再重新 再給你們看一次 那現在呢 就要講就是說 這種pandemic flu 這種所謂的antigenic shit 為什麼會發生 那這個你就要要求到就是說 這個病毒感染是 它的replication cycle 是怎麼發生的 那這一個 這邊畫的這一個 這個大範圍 這個是一個細胞裡面的 一個 一小部分而已 那你就把它寫成說 這是我們肺泡細胞裡面的 一小部分 那這個是它的細胞水 這個是我們 我們的那個細胞 黑癌的細胞 那 這個nufalenta virus呢 從這個 它的細胞進入之後呢 然後把RNA吐出來 吐出來之後到這個 我們這個 細胞裡面的細胞裡面 就複製 複製完之後呢 啪啪啪啪啪 就跑出來了 那 進去是一顆 出來的幾萬顆 但是通常說 大概六小時裡面就完成了 那 要進去這個細胞裡面呢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它必須有 經營一個receptor 才能夠進去 所以你看它這邊有一個 這個就是receptor 那這個 等一下我開始還會把這個receptor 進行的放大 大家來看 就是跟它這一個 p-mul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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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才能夠進去 沒有這個結合它是進不去的 那複製完之後出來呢 出來的時候 它又 因為這個東西 它又被卡住黏住的 它只要有這兩個receptor 同時存在的時候 它就會黏住的 黏住呢 它跑不掉 那 跑不掉的時候呢 它 複製了老半天 結果它出不來 它只是黏在這邊 沒有用的 它是一個 一個徒勞無功的事情 再看一次 這個是h receptor 這邊也是h receptor 它出來之後又被黏住的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 就是那個m 開始工作了 這個m 會把這個切掉 它就移開了 OK 是不是很神奇 OK 好 再看一次 這一個 這個是receptor 這個是 一般骨體力 它把它帶進去的 OK 可是 它很聰明啊 它知道就是說 它一旦進去呢 哇 這需要一直拐掉啊 所以它後面 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它可以把它 切掉 它就可以 又離開了 所以 這邊在 開始 這邊 我現在把這個recept把它放大了 它的名字叫做 Cialic acid 這個Cialic acid 是這個receptor 外面 最外面的那個部分 那 這個hema proteinin呢 就是經由這一個 引導它進去這個細胞裡面 那複製完出去呢 出來了 出來了 它又被黏住了 黏住沒關係 它另外一個基因 另外一個 protein 把它切掉了 就離開了 所以 這個病毒要有 有感染力 它必須 有黏黏黏黏黏的 進去細胞裡面 neural release 把它釋放 那 現在 接觸加進 很有趣的 這個receptor 有壓死的receptor 我們人有我們人的receptor 它這個Cialic acid 它只不過是conformation change 同樣的Cialic acid 可是它一個是這樣子的 一個是這樣子的 那不要小看這個 一點點小差別 就是一點點小差別 這一個 鴨子的這個病毒 無法感染人 人的病毒也無法感染鴨子 因為 因為 它那個Humacogen 那個molecule 必須跟它搭配 它這個是一個 鑰匙跟鎖匙間的關係 那個鑰匙不對的時候 進不去的 打不開那個門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會有H1 2 3 4 5 它們所結合的這些molecule 都會有一點小便的話 但是 這這樣子 豬八戒 翻臉很重要的角色 豬呢 兩個都有 他可以同時接受 鴨匙也可以接受人 然後呢 這兩個在他的身體裡面combine 所以 所以 為什麼這些pandemic 都是發生在很多密集 然後這些 雞、鴨、豬、混合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提供它混合的機會 在我們人類還沒有做這些序幕的時候 是沒有這種所謂的pandemic 甚至於可能性對那種 都很少發現 很少出生 很少 很少 什麼處理 都發生在這邊 那這個同樣的 我再 把這個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同樣的這個道理 剛剛 一開始 已經講到了 為什麼會有這個pandemic 他就是通過這一個 這個 不同的 我剛剛故意給大家看的是看 雞的跟鴨匙跟人的 進來這邊pandemic 可是這 所有人的 也可以在豬裡面pandemic 所有的鴨匙也可以在豬裡面pandemic 所以這樣pandemic的結果 會出現 有可能會出現 168個鴨匙 那這邊 同樣的 我再給大家看的是同樣的 這個 加深示範 這個是 現在是不是有畫圖 剛剛是不是一個圖片 是沒有畫圖 現在是哪個畫圖 鴨匙 感染出 鴨匙的病床感染出 人的病毒感染出 然後combine之後 跑來趕緊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什麼 alien的鴨匙 swine的鴨匙 這種名字 那 同樣的圖片 可以給大家看 就是說 這個pandemic 就是要經由這個豬 來作為年界 combine之後才會出現 那 同樣的 把剛剛一開始的圖片 再給大家 再循環一次 讓大家加深印象 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一個鴨匙是主宰群群 OK 那 這個是 今年第一月 那個 一個叫做實力 實力就是我剛剛說 我今天跟他們的專欄做一下 對 那一個 那一個 網站 他發表了一些文章 叫做 年年爆發的新感 為何無法 好像有種 怪罪大家的意思 但是他 能夠給大家看的圖片 你顯然你看 有辦法跟進 沒有 那這個是 臺灣 病毒穿過可能的圖片 在台頭去 後鴨遷復 然後施打運用進貨 從頭 再來上波 然後 臺灣 愛鳥人士很多 大家都是要去賞鳥 他非常非常歡迎這些 鳳鴨飛來讓他們欣賞 說 我如果沒有 一個月沒有去看鳥的話 我就會死掉了 我愛死你了 所以 你說人 我們有多麼的矛盾 我們在愛 我剛剛為什麼那一個 我的 我這一個 演講的開頭叫做 敵物感 親密的敵人 因為我們都愛都恨 這個是 後鳥 飛來臺灣 然後這個是 養 這是養鵝 還是養鵝 這個好像是火雞 這個是鴨子 你說 在這種情況下 有可能 根絕 杜絕 潛流感 或者流感 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 流感化 對不對 人這麼 這麼樣的密集 造勢 這些都是 我們人類 我們人類 再給自己 製造機會 來 散播 這個病毒 所以 我在 大概 兩年前 我放百份文章 我說不要 怪這個 要怪自己 這是我們 人類社會 自己 創造這個機會 讓這個病毒傳播 如果不是我們 給他這個機會的話 人家那些病毒 在那些鴨子身上 他是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症狀的 鴨子是 相當無事 所以 所以 要怪 怪我們自己 人類社會 那 在中心 這樣子 有感 親密的敵人 是我們自己 要去 接觸他的 那 好像CK有安排 下一次的演講 是 好像是1月5號 那個時候 我會講 這個疫苗 這些問題 就是說 今天 Focus 在這個病毒 下一次 Focus 在我們 到底要不要打疫苗 那我先讓大家 看這個 就是說 Why do the majority of NHS staff not get the flu vaccine NHS是National Health Service UK的最大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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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最後一張圖片 要 這個是我在 這一次 10月回台灣的時候 在台東的這個 小爺爺 哇 這個 這個 這麼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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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為什麼放這個圖片 那這個圖片本身是非常漂亮 我人是不漂亮的是 這個圖片是很漂亮 那 我放這個圖片的意思就是說 要 對抗這個 有一個勇敢 有辦法 我剛剛講的 一開始講的 我上次感冒是1993年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兩位教授 其實講者給大家 這個 這些 我想請大家 都有很多 疑問 或者說 想要請教的地方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就啟動到影片 幫你結束以後 等一下導演會 私訊上台 我們在一起 兩位現場 專家 還有 幾位導演 那我們就 直接放電影 那我們等一下 有個小的 Breaks 放完電影之後 我們再做一個場面 我一定USB還在上面嗎 2 3 3 4 3 4